年日豪雨山壁出现崩塌 大量土石树枝被冲到路上 满地碎石泥流 人车根本无法通行 岩壁高低差形成一座瀑布 大家都不敢太靠近 这也是台东岩平乡红叶村 通往上里以及清水部落 连外道路发生严重贪荒 也让两个部落困在里面 红叶国小二十八号停班停课 考量到老师来上课会有危险 因为校地处在土石流危险区 幸好大部分居民已经预先撤离 上里部落和清水部落 只留下六户都是长辈在家里 但相公所备有物资 可以提供一个礼拜 只是风雨持续 恐怕还要三天才能抢通 另外通往上野部落 一共有三个地方发生路段 70名村民因此受困 现场已经出动挖土机抢修 在南横也被拍到 因为雨势太大 山壁出现落石 提醒民众不要靠近 避免发生危险 除了山区灾情 飘流木也流进富岗渔港内 海上飘着厚厚一层树枝 外手在岸上不断打捞 渔船被迫停驶无法进出 县府紧急启动轻运 预计傍晚完成 要让交通船以及渔船 尽快正常进出港 TVBS新闻综合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